人命可贵啊 杜特地的新冠上任三把火 真的能清除菲律宾社会灰暗面的乌烟瘴气吗 这还有时间来好好观察 那菲律宾未来会不会乌烟瘴气我不确定 我倒是担心我国的乌烟瘴气 话不可乱说 我不是乱说 是印尼的加里曼丹省的西部地区又出现灵火了 这让我国人民又开始担心 烟霾问题可能又卷土重来了 其实听到这个就头痛了 赶紧到印尼去了解一下状况 黄烟遮天蔽日 印尼西加里曼丹省再次出现烧巴活动 灵火和热点都有陆续增加的趋势 引起了印尼当局的关注 究竟灵火是否受到控制 是否趋向危险的水平呢 听听印尼当局的说法 目前根据气候卫星观察发现 临近我国沙拉越州的 印尼西加里曼丹省 以及和我国马六甲海峡相对望的 印尼北干巴鲁省都有出现热点 当地自然灾害的官员透露 当地的空气水平 依然处在健康水平的原因 是因为风向把烟霾吹向了邻国 马来西亚不同地区 近日来时有时无的烟霾现象 其实就是因为印尼当局发现热点之后 迅速采取灭火行动 但还是杯水车心 于是一阵阵的烟霾 开始飘向我国 印尼当局也承诺 这一次会严厉对付非法烧巴活动 但愿印尼的灵火真的如他们所说 正在严密被监控当中 无论如何 灵火已经烧起 大家需要做好心理准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